黃旋鵬這說到他有如感冒賣的這個蝦皮 你看他的蝦皮有像突起 這看起來是欠缺什麼樣的玩手 這個葉肉 蝦仔肉碰碰 有兩種公法 第一就是這個缺木 這個缺木的時候 蝦仔肉會碰起來 葉肉的碰碰碰 這是第一種的公法 但是這種缺木 蝦仔肉碰起來的時候 通常他的出現磁酥 磁酥缺氮的競爭 就是說他的感覺會在柔軟 為什麼會這樣柔軟 通常因為這個木 金字胖是麥子的麥 這個木本身是含 蛋白質的轉換有關係 所以他表現出來就是含 缺蛋那種競爭是一樣的 很類似這樣 我們好朋友傳到雙皮 蝦仔肉碰碰碰 剛才有這個蝦仔肉有當時 算得比較不會看起來 但是這真是歐 但是現在我比較 因為我們要去瞭解就是說 那個結尖還是絕底 這個有可能是這種 通常我是這樣判斷 對不對 大家還做討論 如果蝦仔肉碰碰 蝦仔肉碰碰碰 蝦仔肉都沒什麼電 沒什麼存放 這個蝦仔肉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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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有可能是因為缺憤的一個情形 它的蝦仔肉也稍微粗粗粗 但是通常看到蝦仔肉粗粗的時侯 那些豆腔就要脫掉了 所以如果看到這種情形 就有可能是含缺憤有關係 所以大概是有幾種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可以給朋友先做一個了解 當然有時候這個隔溫 因為會缺憤我們知道太冷 太熱 太濺 去造成的這些問題 這就是要一日來拜讀 所以這可能讓你稍微知道 有的說如果你說得這麼複雜 我是要怎麼去判斷 其實我想辦法 我已經想像是不少辦法 可以讓你稍微了解一下 比如說你這個 這個心肺有一個在撩 但是他的心肺就不會怕 就是說他的出來就是 你會發現說他有在噴噹 但是他一目一目都低低了 蝦仔出來 剛出來正常正常 但是過不多久蝦仔肉就粗粗 整個都QQ作為一種通常 我們就能夠判斷 是這個愛瓦仔 你若是說缺憤 缺憤到肉粗粗 心肺呢 他的結尖是正常正常 不特別低 但是他的心肺這個地方 心肺這個地方 就要脫掉了 我們說脫掉了 就是說 你又要丟不出來 你都看他連那個腦 基調都丟不出來 這種就可能是缺憤 所以你這個稍微分一下 應該 如果詳細看一看 應該是有這種的 還可以 如果是 愛瓦仔煮了多 那種情形更快的 這種就結兩邊 結兩邊GA3 這個波及素 他鑽它鑽 他鑽它鑽一邊 鑽兩邊 他鑽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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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 因為它的鑽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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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 但是有時候那些就想過頭髮 會比較複雜我們很難做工作 所以將它轉兩邊應該就改掉了 因為它的抑制它的結尖生長 所以這是一個處理的方法 還有更好的方法嗎 沒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我轉玉米樹到 玉米樹的讓它行動比較好一點 但是這對這個薄激素對不到 不是說玉米樹熟薄激素 是說轉矮化劑過 這個比較嚴重 所以你可能就需要用這個 玉米樹熟跟它配合來修用 所以這個原理是這個所在 那如果是缺膨可能要連續補規面 會缺膨因為你這裡看起來 應該是戒指栽培 戒指栽培會缺膨的時候 要去檢討我們的一個機子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保養土 因為我們在這個保養土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尤其如果是它的錢比較長的時候 納含量特別高 它的這個這個機子是減性 比較偏減性 那通常在這種情形就比較容易吹噴 不然來說 在我們做這個 做這個 戒指栽培的時候 準備出現吹噴的機會比較少 因為我們水分比較厚 水分比較厚 這個 啊 營養液裡面的地肥就是自己 配搭之後不好生 不然一般來說 噴都還可以 所以 啊 有時候 不是說我們把所有的一個 一個積極三個別人是最簡單的嘛 啊 這都是別人的問題 這戒指不對 這什麼不對 都是別人的問題 不是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一個一個去檢討看看 有可能是這種情形 是不是這樣呢 所以 我們常常在說這個戒指栽培的時候 我們要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肥料進去 是什麼樣的一個這個PH值 我的一個這個戒指 吃過的水 吃過的肥料 他的這個PH值是什麼樣的 有的說 啊我是要怎麼去切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在哪裡看看 兩句話 今天那天遇到一個 一個 也是大學生 告訴我們這個 啊 這個 那些什麼基礎數據都沒有效 那都 那都沒有用 這個 只要 只有在田間真正工作 啊 才有用 這其實是說到一半 什麼那些收集都沒有用 因為他不會效用 所以當然他也沒有用 他也有什麼用 你拿給他看不到 他說你的PH值多少 他說不知道 大學生 當然他是特市場營銷的 這你不能怪他 但是他也在種 做一些大農場的大老闆 還會賺錢 啊我有說你你種的好就好了 你不用再來問我 啊我就是要問你 啊你就說那個收集沒有漏用的時候 你來問我 要做什麼 所以呢 有時候 這種就是說 秀才遇到兵 這個 啊 由 什麼 由理說不清 這就是這樣 真的說不清楚 這個 因為他對這個東西 你沒有那種 他沒有那個基本的這個概念 所以不然在節目裡面 一直把我們聽眾朋友強調 我們去做介質栽培的時候 什麼錢都可以省 啊 這個電導鍍劑這個東西 你一定要準備 就是說我切這個EC值 我知道我這個肥料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用這個PH meter 就是切PH的這個東西 我可以去知道 我這個土有問題 我的水有問題 沒有我出來有什麼樣的 這個狀況 特別這個 他很敏感 因為我們在土中裡面是沒有那些敏感 為什麼說在土中裡面沒有那些敏感 因為土跟我們枯掉了 比較沒有那些敏感 因為這個這個範圍比較大 他哪像一片土就是 哪像海米那種的一個環境 水倒下去 它是不會噴起來 那如果這個介質栽培的時候 看你用的這個介質是什麼樣 他哪像這個阿門土地 水倒下去 它水噴起來 那不然就是流到旁邊去 它不會把你感到的 所以它的環境很敏感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控制 在一個很好的一個環境裡面 它做得好小 當然人 他剛才說的那個大學生 人他也做得不錯 雖然他這個收集都不滿 但是 他就是客工這樣 慢慢做 他運氣也很好 也很認真 所以 他也知道 如果這個藏不太好 他就 打比較多便利 打比較少量 他都是用這個 觀念去做 所以說得很誇張 但是 看到我們做出來 這個小番茄的時候 他就點點了 他就說 還是你們做得好 你們比較厲害 但是那些數據都沒有用 我是要怎麼幫你擦 因為我 沒辦法再去說 還比較優勞的這個東西 所以 有時候就是說 一個農業在財布的時候 一個 對著這個 更科學化 更科學的一種 這個基礎在那裡的時候 我們對著問題 更容易來改管 所以 為什麼農業 我們一直在說 農業後來就是什麼精準農業 就是要做精做準 這個原因就是說 我們 靠辦法 遇到問題 很精細的去解決它 去突破它 不是說 這個 全部都兩制約 如果每個人都要兩制約的時候 就比較沒辦法 對不對 對著問題的時候 當然 經驗的累積 你可能 累積很多 變了 你就知道 要怎麼去調整 這有時候是這樣的 但是 如果有這些科學的索固 我們就更容易來改變做出力 所以這有時候是這樣的經營 給朋友 就要做這個了解 這個 這次栽培 是一條路 但是 是一條不太容易走 但是 是一個可以擴大栽培的這個路 這給朋友 就要做參考 這時候我個人 會做這個見解